那现在呢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更离谱的中概股 这个公司呢就远没有瑞幸咖啡这么出名了 它叫金凤珠宝 金凤珠宝是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然后这个公司的 它爆仓出来的故事呢有点离奇 就是它拿着一批黄金 在十年前给了一个小代公司进行做抵押物 然后呢这个小代公司的老板呢 就拿着两片这个他给的这个金砖 到西藏去给佛寺上贡 谁知道呢没多久他就收到 这个佛寺仁波切打来的电话 说他这个金块是铜的不是金的 你拿铜来骗佛祖 这个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然后呢这个故事呢它还有另外一个环节 也就是说在这个公司的老板姓贾 是有香港身份的 然后在97的时候再回到了厦门 然后呢非常离奇的用一个亿哦 那是2002年 2002年一个亿收购了一家台资的珠宝公司 从此就进入了珠宝行业 他的2002年大家知道一个亿是什么概念吗 我估计这个一个亿当时我们文贵先生都未必有啊 所以这些人还有一个大家注意啊 他是厦门 然后他姓贾 姓贾 大家注意他姓贾 好了 他后来又用了一百八十吨的黄金 向东莞的一家 信托 抵押 借贷 200亿 很明密 而这一批黄金 也被 报说是 假黄金 然后这个具体的时间点我们不重要 我今天也看了他的股票了 他的股票已经从 之前的高位70块钱跌到了 几毛钱了 五六毛钱了 然后这也将是中概股另外倒下的一个 那这种造假中概股会源源不断 大家故事听都听不完吧 那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看到的悬念在哪里啊 悬念是 假黄金用铜来 去冒充 如果只要有一点点物理常识的人都会知道 即使你外面包的是一层真黄金 但从比重上来说 相差将近两倍多的比重 对吧 感觉二点五倍吧 差不多这样的比重 这个东西也能混动过去吗 那那些接受抵押物的人 他连这一点初衷物理常识都没有吗 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过程中到现在为止 其实这个假黄金早就爆出来了 这个故事啊 那为什么就没人去追讨 所以啊 这个背后 姓假的背后 不知道他会有多少 打官够人在后面撑着 现在这一切的东西 在国内是应该是没人敢惹的 这么荒唐的东西 这么荒诞的东西 都有人相信 也有人去接手 还有是200亿 那还有另外一个离奇的是 这个假总在2002年 就将近20年前 就能够掏出一个亿的现金 去收买 收购一家台资公司 这几个悬念 大家去想一想吧 估计未来的中概股 一个一个造假崩盘的 将会数不胜数了 好的 到这里了